那 后来呢 林薇仁呢 后来 他就出国了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三年前在机场 我也在等一个人 原来你等的人是他呀 三年前的那一天 不止你不开心 其实我也挺灰暗的 你等到航班没有来 我等的人也十月了 你计划了六个月 而我等了三年 其实没有什么轻重之温 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来讲 都是一样的难过 其实那天不只是失望 甚至是绝望 愤怒 胸骨憋着一团气很难受 是你的唐伯解救了我 是吗 是吗 也许真的只有先尝到酸 待吃到甜 那种幸福感才会比较明显了 没想到我喝的一颗糖 原来历了这么大的功劳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 我应该不犹豬 你畢竟才不还是有 真的 你这是吗 我可以是 尝尝 我只能说 如果您想要去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得不说 让我粗骨及防的是 你当时那个笑容 确实很温暖 我是小太阳来的 那这么说的话 你的狩猎和糖果 我就收下了 作为纪念 也让我自己 树立一个目标 虽然 虽然没有你转换得这么快 但是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释然 你今天怎么想到 跟我说这些啊 或许用你的话来说 追忆似水流年 其实在过去的感情里 我一直是被动的 后来我有仔细想过 如果那三年 我愿意去美国找她 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但是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运行不出结果的程序 必然会有它的漏洞 在错误的时间里 不会遇上对的人 那你现在 是来了吗 你今天的知情权 已经用完了 我吃好了 你呢